好 云立北港朝天宮媽祖 繞近通宵市區 首度到白鴨屯做客 信眾從四面八方湧入 之前是有跟白鴨屯 想說這一次 很難得北港媽來這邊 所以就來朝聖一下 幾天前就再期待了 兩千尊媽祖一字牌開 分別掛上編號 此次苗栗縣通宵鎮 白鴨屯拱天宮 慶祝建廟160周年 邀請拱天宮分離媽祖 有公媽祖齊聚 其中最受矚目的環節 莫過於中秋節活動開幕當天 當然現在是還沒有登記 我們也不好意思講 四位總統過遠人 那應該是 大家有所知道 他們四位應該是 我們這一屆的總統 候選人沒有錯 能夠同時段過來 也增加我們共天宮 一個很大的光光 根據了解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 出席29日上午10點開幕一室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10點40分抵達 副總統賴清德10點半到 參加奇安法會 另外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預定下午1點到場 若形成提早 很有可能形成 四人同框的場面 目前通宵街頭 相客已經不少 警方上警發條 原則上我們是全程保持彈性 那有必要的時候 才會把特定路段 做相關的一些引導跟輸導 除了宗教盛事之外 外界關注焦點 仍鎖定不同黨的四大巨頭 有沒有可能史無前例 首次因媽祖盛會同框 三零星火猛珍